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姚志明因为姚人妇意外死亡,伤心难过 他失神地坐在地上一言不发 麦成欢默默陪在他身边 刘婉玉和麦来天对姚志明关怀备至 今天是姚志明的生日,刘婉玉做了热气腾腾的面条 特意用胡萝卜克勒生日快乐 麦来天给姚志明泡了一杯今年的新茶 姚志明心里悲感温暖,可他还是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 姚志明吃了几口面条,再次体会到家庭的温暖 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麦成欢把姚人妇临终前在品鉴会 上选的雪佳样品送给姚志明做纪念 拼命安慰他姚志明才稍稍释怀 第二天一早姚志明去给姚人妇扫墓 向他寄托埃思,麦成欢答应一直陪在姚志明身边 姚志明对他感激不尽 新安里酒店不负众望被评为十家特色酒店 麦成欢开心的合不拢嘴姚志明也替他高兴 麦成欢给员工们发奖金给他们五天年假 张子豫向麦成欢辞行去瑞士继续读书 麦成欢欢迎他毕业以后来新安里工作 姚志明去菜市场买了一大堆菜 他想给麦家人做一顿表示感谢可一时无从下手 只好打电话让何东找一个上门做菜的厨师帮忙 姚志明感谢麦家人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帮助 麦成欢一眼就看出这一桌子菜不是他做的 姚志明对此公认不讳 麦成欢当众宣布新安里 被评为十家特色酒店的好消息 姚志明也把他升任华东区总裁的事说出来 全家人都为他们高兴 饭后麦成欢特意选了几朵姚志明种的花 摆在陈书珍一项前 和他讲起了最近发生的事 希望陈书珍在天之灵保佑他们 刘婉玉收到医院通知他体检时查出肺部有阴影 怀疑是肿瘤医生建议他做进一步检查 刘婉玉顿是傻眼了 他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麦成欢麦来天和姚志明下班回家 看到刘婉玉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刘婉玉谎称自己胃疼 麦成欢对他嘘寒问暖 刘婉玉急忙岔开话题 催麦成欢和姚志明尽快结婚 麦成欢想过一段时间再说 麦成欢给麦来天和刘婉玉抱了旅行团 让他们一起出去玩几天 刘婉玉不想让麦来天和麦成欢担心 就没有说出自己得病的事 麦来天连夜收拾行李一早带刘婉玉出门 麦成欢看出刘婉玉不对劲也没有多想 毛毛突然收到丁丁的电话 丁丁哭诉宋怀明打他 麦成早和麦成欢正好都在 他们一起去找宋怀明算账 宋怀明把丁丁送到奶奶家 他冲毛毛大呼小叫 由于二婶还没有判决 毛毛只能暂时隐忍 他只好带着麦成欢和麦成早离开 刘婉玉和麦来天跟着旅行团出发了 刘婉玉一路上都心事重重 他无心出去玩 麦来天就带他回家 麦成欢把兴安里酒店的律师请来 为麦成早出谋划策 他们连夜制定了要回抚养权的辩护方案和策略 刘婉玉和麦来天放弃旅行回家 进门就看到麦成早和毛毛手拉手站在一起 他们都很吃惊麦成早承认他和毛毛在交往 刘婉玉一反常态没有反对 还鼓励麦成早好好帮毛毛打官司 争取把丁丁的抚养圈夺回来 姚志明开车去送麦成早和毛毛 刘婉玉把自己关在房间 麦成欢以为他生气了 隔着房门连连向他赔罪 麦来天也在一旁帮腔 刘婉玉始终一言不发他们三人 只好各自回房休息 刘婉玉翻出以前的相册 想起麦成欢和麦成早小时候的很多趣事 他的心里五味杂陈 刘婉玉一早做了丰盛的早餐 然后留了一张纸条就出门了 麦成欢以为他不生气了 决定今晚全家人一起回来吃饭 今天二审开庭 麦成早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发誓要拿回丁丁的抚养权毛毛 给他加油助威 麦成早收到麦成欢的信息 以为刘婉玉接受了他和毛毛的感情 心里被提多开心了 要带毛毛和丁丁一起回家吃饭 麦成早全力以赴打官司 终于争取到了丁丁的抚养权 毛毛和麦成早去接丁丁 然后一起回家吃饭 麦成欢下班以后 他打电话通知姚志明 姚志明马上去接他和麦来天 麦成欢麦成早 毛毛丁丁麦来天和姚志明高高兴兴回家 看到满满一桌子菜 刘婉玉却不在家 麦成欢打不通他的电话 发信息也不回 天渐渐黑了下来 刘婉玉还没有回家 麦成欢意识到情况不妙 就和麦成早 他们分头出去找人 姚志明让河东报警 他看到刘婉玉把家门要是留在家里 却把全家福带走了姚志明 怀疑刘婉玉离家出走 就打电话把麦成早和麦成欢他们叫回来 快递员送来刘婉玉的一封信 刘婉玉承认自己得病了 他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 麦来天很自责 刘婉玉身体出了大问题 他却一无所知 麦成欢对他好言相劝 姚志明通过警方查到刘婉玉 买票去安徽济西老家了 麦成欢立刻打电话给刘婉荣 刘婉荣带着球球去物园完了 方志红打电话给刘首在家的方杰 刘婉玉没有去他家 麦成早推测刘婉玉去上村老房子了 麦成欢和姚志明连夜赶往上村 果然不出麦成早所料 刘婉玉下了火车 就打车赶往上村 刘婉玉很晚才回到上村的老房子 他也累得精疲力尽 那是他父母的家 那里留下了他很多美好的回忆 麦成欢和姚志明来到服务区 麦成欢想起刘婉玉这几天种种不对劲 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发现刘婉玉的病情 姚志明劝他不要自责 姚志明和麦成欢一直到天亮才来到上村 大门从里面反锁 姚志明翻墙而入打开门 麦成欢敲开房门埋怨刘婉玉不该不辞而别 劝他回去好好接受治疗 刘婉玉想一个人静一静 麦成欢劝不动他赌气到大门口哭作 姚志明默默陪在他身边 麦成早和麦来天去医院查了刘婉玉的检查结果 医生怀疑那块阴影是肿瘤 建议刘婉玉尽快回来进一步检查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